那這個網站呢 它是這樣子的 它是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當然你也可以劇名啊 你也可以選擇劇名 進去之後呢 它會要輸入一個預期 那你就輸入今天的預期就是1202 1202 輸入之後呢 就是slido.com 1202之後呢 你應該會看到一個很類似像是Facebook 或者是某種聊天室的一個介面 那你在上面呢 就可以試著輸入一些 像說打聲招呼啊 說聲嗨啊等等 那這個呢 它都是匿名的 因為我在演講的時候 也有試過說 哎 請能有舉手發問 或甚至是用劇名的方式來提出問題 不過這樣子通常都會受到一些 不痛不癢的 意識性的問題 那這樣對大家的這個知識的交流 不一定很有幫助 那所以呢 我現在就是 通常都是用匿名的方式 就會看到這個比較有挑戰性 或者是比較有意思的問題 所以大家介入之後 介面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呢 你就可以就是 隨便輸入一些什麼 想問我的問題 Right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看到別人的問題 被優先回答 那右邊有一個讚 你就按讚就可以了 那我們在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 按讚數比較高的 扶到最上面 那只要一扶到最上面的時候呢 我就會優先的處理 那處理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把它highlight起來 那像有位朋友說 大概都相當地興奮 那我也是非常地高興能夠來這邊 那被答完之後呢 我就把它highlight起來 所以呢 大概我們進行的形式 就是這樣子 在接下來的35分鐘左右的時間 有位朋友說 這是很酷 而且也很勇敢的一個行為 確實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完全不知道大家會問什麼 而且大家亂滑手機 其實也不知道是誰問的 對 那所以當然就是說 如果您覺得就是打字比較很難充分的表現 您想要問的的話 那也可以是就是舉個手 或者不舉手 就按著牛 然後就可以說 這個問題是我問的 或者是我按摩讚的 那我想要這個追問 好 那以上呢 大概就是今天的一個時間結構 那我就先從一開始就是這個題目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因為我目前在行政院裡面 除了開放政府跟青年相關的一些事務之外 也是負責社會企業的工作 那所以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目前社會企業工作的情況 然後呢 最新的留言呢 也可以隨時的在這邊 所以呢 記得大家隨時追問啊 或者要對管科會表達讚的感覺啊 其實我覺得也非常非常讚 我們同一支位朋友 大家就可以隨時的去 就是 來解 好 那所以我在一開始可能花個五分鐘的時間 去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從新政院的角度 是怎麼看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這個題目 其實是 我們之前福利老師 他在當中任政務委員的時候 提出來的這樣一個 他們叫做社企原念吧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在當時提出來的時候呢 採取了這樣的定義 就是說 如果任何的組織團體 不管它是 或者是合作社會 它是基金公會 或者它是公司 或者任何別的組織形式 只要這個組織呢 它有一個明確的社會的一個使命 它運用商業的方式 運用一個business model 它來解決社會的問題 這樣子呢 就叫做社會企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有三個要件 就是說它有一個mission 一個model 然後呢 然後呢 它要能夠有平台 那當然呢 我們在做社會企業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台灣是相當的得天獨厚 因為呢 在可能三十幾年前 就已經有非常多的朋友 運動 是絕對不會叫做社會企業 因為這四個字 當時在台灣還沒有流行起來 那但是呢 我想這個也是非常符合 剛才講的社會企業的定義 那其他不管是大家可能有聽過的 像寫愛爾基金會啊 或者是其他的 詞記的這個 關於大愛科技的這些公司啊等等 都是早在我們使用社會企業 四個字之前 就已經在做這方面的工作 那為什麼我們要使用社會企業 這四個字 而不是好比像說 合作經濟這四個字呢 我想最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就是合作社這三個字 在台灣中間有一小段時間的斷層 以至於讓新世代的這些年輕朋友們 覺得這個字並沒有那麼酷 那這個事實上是 就是事實就是這樣子 那我常常在各大學演講的時候 講到合作經濟啊 那大家都想到的 都是小學的時候的合作社或福利社 那里外上大家都交了五金 可是好像都沒有開過會員大會 所以就是說這個合作運動 它是不是還能夠在新世代 召喚到那麼多的人呢 那這個就是當時 為什麼馮雁老師就是從國外 Social Enterprise 這個運動 把它重新做了一個詮釋 但它的基底仍然是合作經濟 仍然是團結經濟 只是它加上我們從企業 從CSR這邊 以及從社會 從NGO NPO建立這個Business Model 這兩邊的各種不同的力量 但為什麼要做這個題目呢 是因為我們觀察到 隨著台灣的這個世代之間 對於看中的價值啊 這些東西都在社會上面有 稍微有些轉變 我們常常在政府出現一個政策的時候 不管是之前食品衛生管理法的修法 礦業法的修法 現在空無法的修法或之類 那社會呢在就事論是討論政策 當然政策有它的利弊得失啊 這些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呢在這個上面呢 會瀰漫一股好像拉扯的這個情緒 好像會有一些朋友們覺得說 公司它在賺錢的時候 它一定會造成外部的不利益 它一定會破壞環境 破壞民主體制等等的這些感覺 那反過頭來呢 也會有很多朋友們覺得說 如果只是做好事啊 這個做社會做NGO啊 其實呢是沒有辦法建立起 一個永續的這個經濟的體系 對這個競爭力沒有幫助啊等等 可能只對合作力有幫助等等 那在這件事情就是說 這其實這兩件不應該是對立的 或者它其實通常也不是對立的 但是我們現在在社會上面 就常常有這種左右之間 拉鋸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在做社會企業並不是說 我們指定某些特定的產業 或者我們特定的生產模式 或特定的運作模式 好像一定要它變成下一個明星產業 並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的工作其實非常簡單 它就是一個教育的工作 我們會很希望大家能夠看到說 其實社會企業在經營的同時 它在經營的同時 就已經解決了社會問題 而不是賺了很多錢之後 又去捐錢解決社會問題 而是在這件事情的工作上面 它本身就是一個有社會使命 解決社會問題的工作 同樣道理 如果有一些新創的一些朋友們 他的工作呢 他本來就是想要達到永續發展 或他想要解決社會問題的話 那他也不一定只能夠 好像是就是組一個小的基金會等等 他也有各種各樣的方式 來讓自己的工作 是能夠永續的被大眾所支持 甚至透過群幕啊 這些的模式來進行工作 所以接下來在我分享一些 實際的案例之前 我想我們就實際回slido 看一下大家有沒有什麼關心的問題 目前呢 這個 有位朋友問說 情文行政院未來對社會企業的推動 有什麼具體的規劃和政策 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目前大概是有三個方面的規劃 我們首先呢 就是在法治面上面 這個呢 是我想很多社會企業 我們叫做影響力投資人 impact investor 最關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現在我看到一個很好的團隊 這個團隊 它甚至已經相當資深 相當有經驗 它不是所謂的青年創業 而是說 我們現在都叫跨世代跟跨領域創業 它真的是結合了 好比像說 有一家叫做重社會企業 它是去使用 就是我們平常的 這個無障礙空間的這個規劃 這個規劃呢 一般來講就覺得說 這個無障礙空間 或所謂的通用設計 這件事情呢 就是政府或者是一些企業 要來照顧一些 所謂的弱勢的這些朋友們 但是呢 這個社會企業 它是把它翻轉了 因為所謂的這個照顧 雖然KPI可能有達成 但是它不一定 完全能夠達到 這個百分之百大的需求之外 也沒有辦法把這些人 這些朋友們組織起來 所以它的做法就是把它組織起來 用資訊科技的方式 每個人發一台iPad 發一些這個 就是行動式的裝置 然後呢 讓這些身上的這些朋友們 轉過來變成城市的設計師 也就是說透過一些最基本的賠利的工作 這些朋友們就可以到一個環境 然後實際去進行這種 就是空間設計 空間規劃的工作 然後呢 他們就不再是 就是只是接受幫助而已 他們實際上是提供幫助 而這個幫助就是現在整個社會 包含政府 包含一些私部門 像旅店啊 這些不同的地方 最需要的就是它需要有第一手經驗的朋友們 來告訴他們說 通用設計藥到底怎麼樣子做 它才能夠符合大家的需求 也就是說 我們大部分看到的這一類的社會企業 它裡面都有一個創新的成分 就是它把本來單向的社會關係 可能一邊給予一邊接受的關係 把它翻轉 透過賠利的方式 讓本來是接受的這邊 反而變成給予的一邊 在這邊創造出新的商業模式 所以說 大部分在投資像這樣子的 social mention的投資人 當然都是覺得說 這個非常棒 而且可以解決社會問題 而且我們投資也願意很有耐心的 去陪這個社群一起成長 讓利益關係的人 都能夠認同這個理念 但投資人最怕的 可能就是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說 這個公司它現在 或者這個別的組織 它現在看起來有一個明確的mission 但是這個mission 會不會透過第二輪 第三輪的這個投資之後 它就喪失了這個mission 它就變成這個完全 就是去追逐別的事情了 或者就單純盈利了 它就好像背棄了 當時的這些 第一批的impact investor 跟第一批的這個stakeholder的期待 這個所謂就是使命能不能夠鎖定 是大家最關心的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大家所關心的 就是說這個模式 當它證明這個是沒有問題的時候 它通常因為有創新的成份 一定會衝撞到現有的法規 那現有的法規命令 會不會就是把它當作個案 然後就有點像是類似法律 沒有講可以做的它就不能做的這個情況 也就是說當它第一個做社會創新的時候 它通常都要付出比第二個第三個人 高昂非常非常多的社會創新成本 來去跟法規跟個不同的部會 不同的局處 以前的函事個案等通案解釋 執法沒有授權 然後通案又把它這個綁起來等等 相信各位一定比我更了解的 各種各樣的這個情況 也就是說在台灣本來的法規環境裡面 做第一個社會創新者 這個Disruptive Innovator 是其實有非常高昂的代價 那這個也會讓很多投資人望而卻步 所以這兩個大概是我們 在就是巡迴跟上千家不同的社會企業 以及生態圈討論之後 他們的兩個最大的痛點 所以呢行政院目前的政策 就是要專門針對這兩個痛點 來進行排解 第一個就是關於使命鎖定的部分 我們相信各位可能知道 我們正在修公司法 然後應該會在一兩個星期之內 我們會送到立法院 這個是我們相當優先的一個法案 在公司法裡面呢 我們知道公司法的第一條 就是企業是公司以盈利為目的嘛 那就就這樣子 這個其實是在國際都很少減的 就是說公司就是只能賺錢而已 這個就是造成剛剛第一張圖 大家覺得公司就是只能賺錢的 那個mental image 那但是呢 其實我們在社會企業裡面 常常可以看到 有一些企業他的這個設立 他是百分之百為了某個社會使命所做的 你股東投資了一千萬 像這一類的所謂social business 他最多就還你一千萬 在這個之後他都重新投入 這個社會使命裡面 他本來就不是為了讓股東賺錢的 像我自己最熟悉的一個 就是自由軟體界的一個社會企業 叫做Mozilla Corporation 他的產品各位可能有聽過 叫做Firefox 是一個瀏覽器 一個世界一個狐狸 這個火狐瀏覽器 目前也還有可能10幾20%的這個市場佔有率 那這個其實在當年他提出來的時候 是第一個把微軟的Internet Explorer 當時96%把好像的市場佔有率 去打破的這樣一個社會的一個創新 那這個開放原始碼的這個運動 當然我自己在裡面大概二十幾年了 我們當時都很高興可以看到Firefox的出現 打破這樣子一個壟斷的局面 後來呢 因為他太成功了 所以說呢 他就有很多東西可以賣 除了這個紀念品 除了活動 除了大家的捐獻之外呢 這個搜尋欄呢 他到底是要給雅虎當作搜尋 還是Google當作搜尋 還是其他的搜尋器當作搜尋 每一年就有100多億新台幣 可能接近200億新台幣的這個收入 那這個收入到底要如何運用呢 所以呢 他們就設立了一個基金會 去把這個網際網路的自由啊 人權啊 這些東西當作使命 而這一家社會企業呢 他賺到了所有錢 他就基本上就是不還股東了 他就全部捐到這個基金會裡面 就是所謂的social business的這個模式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很多矽谷的好朋友 都願意領稍微少一點點的薪水 或者是說 願意這個去做非常長程的這種規劃 來投入這樣子社會企業的工作 好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使命鎖定 我們在國外 他就是在公司法裡面呢 他就可以要求這個公司 在設立的時候 去把它的章程裡面 明定說 我就是有多少百分之百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五十的這個 可以重新提拨的這個盈餘 重新投入這個社會使命裡面去工作 但是呢 這個就跟我們公司法第一條說 公司引力為目的 其實在解釋上面是產生一些混淆 然後也讓很多朋友們 不太願意或者不太敢 去批准這種百分之百 重新投進來的社會型企業 所以說我們就把第一條 這個應該是改掉了 他現在就是說 公司可以以公司引力為目的 但是他也可以去說 我有社會目的或環境目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配比是由這個公司的章程 自己來決定 那另外一個在公司法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signal 就是說 現在很多公司會在它的首頁 或者官網上面說 我們是社會企業 我們有社會使命 我們怎麼怎麼樣 但是其實呢 我們從這個管理的角度來看 我們沒有辦法 用很簡單的方法一搜尋 就知道全台灣到底有多少 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或者其他的組織形態 在他的章程裡面 就是解決某一個永續發展目標的問題 這個是做不到的 你要一個一個去調章程 而且這個對我們做audit的時候 其實非常困難 你不太知道 哪些是他在官網上面寫的美文美奂 哪些是他自己真的在章程 或如果他的必鎖型公司的話 他的一開始的這個 Initial Funded 他的那個term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另外一個在商業司 跟中企處的合作之下 所做的事情 就是說 大家在公司法自願揭露的事項裡面 你可以打個勾 然後你就得揭露你的章程 或你其他公司文件裡面 關於你的社會使命鎖定 或者任何其他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他在商業司的登記裡面 會使用開放資料的方式 讓全台灣都可以接取 但是尤其是第一個接取的 就是我們的中小企業處 那我們中小企業處呢 其實這邊它有一個叫做 S1.p.tw 就是專門來做這個社會企業的 登記登錄等等的 這樣子一個工作的地方在這裡 那所以說未來呢 就是你在這個登錄資料庫裡面 就可以用檢索的方式去看到說 所有自己透過這樣子公司 發資源揭露或其他的不同的組織 資源揭露這個方式 到底哪些在章程裡面 真的是有明定的 然後哪些是就是 只是他們的廣告而已 那我想這件事情 不是只是在我們行政院的網路上面 因為是開放資料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可以接取 所以呢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我們做的就是說 讓大家碰到法規調適的時候呢 能夠優先的去試用 我們叫做sandbox.org.tw 這個是有一個0800的專線 然後我們是採取一個叫做 前電後廠的概念 就是說這個前電就是0800 056476 那我們會很具體的 就是我每兩個星期的 每禮拜二就會到全台灣 各個不同的地方去進行巡迴會議 那每個巡迴會議 我們就會看到各個地方的社會企業 像我才剛從高雄嘛 然後接下來是花東 然後雲家 然後中部辦公室 非常非常不定 所以我每兩個月就會回 同樣一個地區性的辦公室 那我們是這個叫做暗自管考 就是每一個社會企業家 他碰到的任何問題 他只要一講出來 我們就在當天做成竹字稿 然後寄給大家 寄給大家 大家修訂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就馬上把它公佈在網路上 那這個是每雙周的 那每單周的 就是每個禮拜三 我從早上十點 通常到晚上十點 都在我們空總的社創中心 就是空總的建模花式的另外一邊 那邊就是專門給社會企業 社會創新的一個地方 那這是我的office hour 我等於是他們的mentor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跑過來 然後跟我說 他們現在又碰到了什麼問題 然後呢 有什麼東西需要我們去解決等等 那因為這個是完全開放透明的 所以我任何問題只需要解決一次 那大家後來透過Google搜尋等等 都可以找得到 那這個後面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是在幫這些解決社會的問題 解決他們的問題 因為對很多國際性的問題 政府顯得太小了 但是對很多在地的問題 政府又太大了 我們的官考抽期 是用年來計算的 所以其實很難那麼敏捷的 去發現社會上的問題 並且加以解決 所以當這些社會企業 他真的碰到了法規條式上的問題 或一些甚至只是不太確定 這個到底適不適用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有一個前點 就是讓他們到這個sandbox.org.tw 去進行法規的這個灰色地帶的澄清 那我們目前行政院有一個 法解釋的一個原則 就是說你不能因為之前 個案禁止了什麼東西 就當作通案禁止 就是韓氏它沒有辦法 當作通案解釋 如果之前韓氏真的通案禁止了某件事情 而他的母法或子法沒有定義 這個要禁止的話 那這件事情呢 這個韓氏應該檢討廢止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狀態底下 我們就看到說 第一線的公務員 透過這種新的法解釋的方式 進行法規松綁 他很願意去接受社會企業的 這個邀請 然後呢去進行送綁 為什麼呢 因為社會企業在解決社會問題 他的social mission 跟我們政府的 就是vega proposition 跟我們的價值主張是一致的 所以說我幫他解決 法規問題的時候 我無形也是在幫我的 這個peer result變得更好 但是如果來的 它是純粹盈利的 甚至對社會有些不利的外部性的 那公務員就會很怕 覺得說 哎 土地廠商啊 什麼之類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面 社會企業就會變成是 第一個幫我們挑戰這些社會創新 而且因為他的mission跟我們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優先的在法規上面 去加以松綁的這樣子一個工作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能就快完快的 因為有33個問題 一個是說社企要如何持續維持經營 並且創造獲利成長 以增進對社會的影響力 我想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 就是整個社會對這件事情的認知的程度 因為我們現在呢 在新展銀行跟任景工程做一個調查裡面 你在街上隨便找一個人說 這個用一個社會的使命 然後有一個商業的模式來解決社會問題 你覺得是不是好事 五個人有四個人都跟你說這是一件好事 他們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講出一個business model 你到底究竟認識哪一個社會企業的營運模式呢 五個人有四個人講不出來 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不明覺利 就是說我不太知道是什麼 但覺得它是好東西的這件事情 可是這個呢 其實對社會企業的長期的發展 以及社會朋友問到的business model的建立 其實是不利的 就是說現在消費者 他抵制某個特定商家 那個動員能力非常非常的強 但是呢 消費者要有一個同樣的認知程度 才能夠動員到同樣的程度去認明某個社會企業 或者某種社會企業 來進行購買或進行其他的行為 所以說這個呢 我想就也不用等政府嘛 我們民間的朋友包含這個白寶盒 然後以及這個最近這個福氣大禮包 這些呢都是十幾個社會企業 他們就用聯合行銷的這個方式 你一打開就可以看到十二個 十個不同的社會使命 十個或十二個各種不同的這個story 然後還有他們每一個就是在quality上面 也都是並沒有比任何其他企業來的差的這個企業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不管你在意的是農村災生 是環境永續或者是所有其他事情 在這裡面應該都有一個story 是可以引起你的關心跟關注 接下來呢 社會企業這四個字可能就是像一個gateway drug 就是說你覺得這個東西不錯 然後你接觸了 接觸之後大家碰到的還是具體的社會使命 還是這個具體的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接下來才比較有可能去做到長期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用聯合行銷的方式 那接下來就是也有很多 好比像說一年之內買到一百萬元的社會企業 相關的產品或服務 行政院負責社企的政務委員就會出來頒獎 就是我了 那這個接下來下個禮拜就會去頒獎 去recognize 那整個目的就是說 大家就不要只停留在覺得社會企業不錯的這個概念 而且自己認同的一兩家社會企業的經營漠視 就可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比較清楚的去看到 因為朋友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事實上是兩個問題有一點作弊 但是沒有關係 就是說一個是說 社會經濟跟社會企業過程面遇到最具挑戰性的問題 以及第二個是 如果在開放資料跟個人隐私當中取得平衡 那第一個呢 其實剛才這個Simon也有提到了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各個部會 他們是中間的橫向聯繫溝通的一個 怎麼講的不習慣吧 就是說他們都很習慣是層層層層 都能到最上面 次長跟次長橋好了 或部長跟部長橋好 然後再層層層到下面 這個非常非常不習慣 在部會之間做任何橫向的溝通 但是數位經濟也好 社會企業也好 都是cross cutting 他碰到的這個部會 隨便講就八九個 那這種情況下 每一個都要用這種 這個hierarchical的方式溝通 大家可以算一下那個 就是N乘以M的那個connection 到底需要多少 才能夠去把這個一個訊息 甚至是讓整個network知道 所以這個幾乎就是一定會fragment 然後就會造成什麼呢 就是社會企業家他去問A A說這件事情呢 我只能幫你解決5% 但是另外那95都是BC跟D的事情 不過我也沒有他們的聯絡方式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是只能解釋問題 而不能解決問題 長期以來都是同一個問題 那我們解決這個的方法 其實也相當的創新 就是我每一次去各個不同行政院地區辦公室 去面對當地的二三十家社企 解決他們問題的時候 我其實是有一個智囊團的 這個智囊團就是在台北空總 剛剛提到的那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我們所有八九個部會的朋友 所有關於社企的朋友們 每兩個禮拜就陪我 但是呢不是陪我搭高鐵啊 不是陪我搭飛機 而是他們就陪我在空總 那我們就透過視訊會議的方式 把兩個不同的空間連在一起 所以這個叫做遠端備詢 就是說在當地的任何朋友的任何問題 不管他是農委會的問題 他是衛福部的問題 他是內政部甚至外交部的問題 在空總都有那一位承判人 在那邊可以回答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大家就是覺得說 台北不再是遙不可及的 我們不再是有那個資訊的落差 那二方面就是地方政府的朋友 馬上就知道未來這個東西要找誰 然後第三個 在這個承判人回答的同時 跟他在同一個地方的 所有其他八個部會的承判人 就開始知道說 原來未來這件事情是要這樣解決 是要這樣子找他 所以我們這樣子巡回 大概現在大概第六次了吧 他們就中間已經成立一個相當好的 Solidarity的這個 非常有團結能量的這個LINE群組 當然我不在裡面了 但是據說是說 在這個LINE群組裡面 他們現在對社會企業的所有的最新的發展 到第一線的這個各部會 可以提供什麼的資源 大家都已經形成一個很強的 橫向的這個聯盟 那所以我想這件事情就是這種 跨部會橫向整合 還是要透過這種 即時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 來進行解決 那第二件事情 如果在開放各個資料 跟個人隱私當中取得平衡 那這個其實是完全另外一個簡報 在處理的事情 不過既然提了嘛 我就講一下 好 就是說這兩件事情 其實是不需要取得平衡的 因為這兩件事情沒有重疊 在之前大家可能在腦裡的感覺 是這三個源泉是文士圖 是互相重疊的 但是其實我們在最高行政法院的 關於台選會的健保資料卡 那個案子之後的判決之後 我們已經非常確定 這三個源泉是不重疊的 也就是說開放資料 它當然我們因為台灣目前 還沒有一個單一的各自專責機關 它是不可以直接交換資料 最快的方法 但是這也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說我們就是讓開放資料 去讓大家去做一些公開透明 監督政府公司協定 但是各位的資料 如果是各位的各自 它存在政府的時候 那個最多就是用來 讓大家能夠用更好的方式 來取得政府的服務 舉例來說 像以前跑登記一個公司 你可能要跑五個不同的櫃台 那也可以認識五個不同的朋友 這也不錯 但是當我們電子化政府之後呢 這個它就變成上五個網站了 所以你既沒有辦法認識五個朋友 而且你同樣的資料 還要在五個不同的網站各填一次 而且填完之後呢 如果它格式不太一樣的話 還是你的問題還要推薦 這個其實感覺比以前跑的位台 還要糟糕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功能 我們就是透過所謂的前端一致 後端整合的方式 把大家的個人資料 在各種不同的服務中間進行串接 然後進行客製化的服務 但是這個東西絕對不是開放資料 那個只是在讓大家在使用服務的過程裡面 能夠比較順利而已 那當然各位是學界的朋友 所以就會想問說 可是我很想要透過 這些個人資料來進行研究 難道不能夠進行一些 就是也是for social good的這些研究嗎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國際上面 通常你如果硬要用去識別化的方式 把它做成開放資料 台灣也試過啊 那個可用性是相當相當差的 也就是說其實不太能夠用來做研究 他比方說像財政部 它是把個人的所得在不同的集聚裡面 如果某一個地區最小統計區裡面 最有錢的只有某一個人 那所以說他就會 各自就會受侵犯嘛 所以他們在釋出的時候 是把那一個人的資料整個拿掉的 你根本看不到那一個人的所得 那這樣子在研究上面 其實它的可用性非常值得懷疑 所以我們現在採取了一個新的想法 就是所謂的open algorithm 就是反過來 不是說我把資料開放 然後讓大家去做研究 因為這畢竟是個資 而是說大家可以想一些新的統計方法 這些新的統計方法 對你的研究有益 可以做跨國的比較 而且它不會洩漏侵犯格子 這個統計方法 大家看過評議過 沒有問題之後呢 是讓部會 讓這個data owner 資料的持有者 自己去運行你的 這個開放的演算法 當你運行完之後呢 它釋出的還是統計資料 只是現在這個統計方法 是你比較能用的統計方法 但這個情況下 它就並沒有對大家各自做到侵害 而且任何第三方都可以 來verify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是朝著這個方向去走 那這個也是歐盟的GDPR 就是比較清楚 就是online出來的一個方向 另外朋友問說 請問空物的問題 可以用社會企業解決嗎 當然可以 而且我們現在有相當多的社會企業 正在tackle這個問題 大家可能有聽過一個叫做 透明足跡的這樣子一個計劃 這個計劃它是一個群目的計劃 募了相當多的錢 然後呢 去讓就是每個地方的排放 它哪些是移動污染源 哪些是非移動污染源 哪些是境外污染源的這件事情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看到 這是看的部分 但是在蒐集量測的部分呢 也有另外一個社會企業的模式 是叫做空氣盒子 就是LAS 那這個空氣盒子 也是業界跟學界的一個合作 任何人他都可以在小學或其他地方 自己去放PM2.5或其他的感測器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成一個 民間自己發起的感測的物聯網 那我們目前在公共民生物聯網 這個前瞻計劃向下 就是要去對這樣子一個樹枝 去進行normalization 然後跟我們自己策戰 所做的這種measurement 來進行結合 這樣未來大家就會更知道說 今天空物也許很嚴重 但它到底是哪裡來的 會去哪裡 那又或者是說 如果某些真的是某些電廠吧 雖然百分比沒有很高 但是大家希望它能夠降載 那這樣子的話呢 也可以透過一些社會企業去捐錢 然後透過太陽能板的設立 比如說你本來要捐到一個偏箱的 但你可以透過這些社會企業 捐讓他們去把那些偏箱設置 太陽能板透過躲勾費率 就可以源源不絕地去支柱 那一個偏箱或那座學校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也可以無形之中 讓他們使用的 就是高污染的發電的這個情況 會變得就是比較少等等 所以就是說在每一個環節 空物的每一個環節 我們都可以看到 有社會企業在裡面 進行intervention 那有一個朋友馬上問說 公司法有沒有修法的可能 不過這件事情就是我剛才講的 當然有修法的可能 也希望大家如果有認識相關的立委的話 可以比較快的 讓我們的這個修法能夠進入 有人朋友問說 在社企業的國際化方面有什麼建議 其實這個就跟任何企業的國際化是一樣的 就是說大家要aware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是非常多元 而且有非常多的生態系 但是在我們這邊解決的社會問題 其實都是整個包含印度亞洲國家 所有其他的全世界都面臨相同的社會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解決了社會問題 其實這個東西它就馬上可以國際化 事實上當我們用一些自通訊的方式 用一些創新的方式來解決我剛剛講的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非常多的其他地方 非常迫切的想要台灣的這個解決方案 只要我們把它用英文講得夠清楚 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明年五月會辦一個社企亞太的一個 Global的一個論壇 那這個論壇呢其實就是也這個管科會在中間之前籌備 包含我們跟SEWF就是國際社會企業論壇中間 他們其實也非常肯定台灣在這方面的regional leadership 所以說我們就是請最好的口譯人員 然後最好的facilitator 去讓國際這些去做impact的這些朋友們 能夠看到台灣在這些方面提出了怎麼樣的創新 那這些國際會議 因為我們目前是在台中舉辦 我們最在意的就是那個口譯師 那個interpreter room 是不是每個地方都能夠做得很好 能不能請到真正懂這個領域的interpreter 讓全程的雙語是沒有問題的 我甚至開玩笑說 這個facilitator要比speaker懂它的領域 interpreter要比facilitator更懂它的領域 所以呢這個如果真的最後缺職工的話 我是有這個volunteer那個來當interpreter 所以那個也許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坐在這個口譯室 anyway 好大概是這樣 好 那因為時間有點over time 其他就快問快答 AI是不會取代人力的 我們目前AI的這一波的技術 它只能夠取代人不假思索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也就是只花一兩秒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而且我們還沒有看到 在量子電腦這個完全承受以前 我們還沒有看到它可以取代人需要想十秒鐘以上的事情 這個意思就是什麼呢 它能夠取代的就是容工 就是你看到一個人的臉辨識出它的名字 看到一段中文念出它的英文 在這個路上開車的時候看到一個東西 趕快打個方向盤閃 這些都是不假思索的 這些不假思索的東西AI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呢如果大家現在對自己職業的認同 不是說我做這些不假思索的東西做得特別好 而是說我要達成某個社會使命 我要解決某個社會問題的話 那中間這些容工全部被自動化掉 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 它可以讓大家專注在只有人才能夠做的事情上 同樣的AI在這個教育上面 也是就是不會疲累的老師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把AI融入 學年國家的這個新課綱 讓大家從小就可以知道說 這並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 這是一個除媚的過程 就像大家小時候在家裡可以自己煮飯一樣 大家在家裡用這個personal computing 以及現在personal AI 也都是這個小孩就可以知道說 這並沒有什麼神秘的 我就是花一些事情 他就可以幫我省一些力氣的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想這個並不會取代任何特定的 整個job的這個人力 他可能取代job裡面的某些task 但這就表示大家的工作條件都變好了 這其實並沒有什麼整個期待的這個問題 社會企業跟B型企業有何不同 我想B型企業它是一個特定的一個認證 就是B Labs的認證 它是社會企業這把大傘裡面的某一個模式 其他還有尤努茨形態 還有各種不同的型態等等的模式 每一個模式都是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我用什麼樣子的社會使命 用什麼樣的商業模式來解決什麼社會問題 它的不同的配比等等都有一些不同 但大家這個都是社企業大傘裡面的一部分 所以社企業往各個不同方向發展 但是就像傘源是彼此連結一樣 大家都還是在share 同樣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這個使命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在一般的業界看到 是都是完全互相競爭的 但是就算不同的社會企業 它是看起來互相競爭 但他們是在解決同一個社會企業的情況下 他們就有非常多互相合作的這個可能性 那有位朋友說讚 這個非常感謝 事實上有六位朋友 好 那有位朋友說兩岸交流是否能夠 從實務的這個需要開始 其實我想已經有很多實務 不管教育科學這邊文化 或者等等的這些交流 我自己就算是擔任政務委員之後 我還是在杭州跟高雄同時開課 那教大兩地的學生用VR的方式把他們的空間縫合起來 然後去講怎麼樣在虛擬的空間裡面 現在有很多椅子是空的 但是我戴一個AR眼鏡 裡面就冒出這個杭州的學生等等的這樣的方式來進行交談 對我來講這個教育科學文化工作本來就是國際的 它不應該有國界的分別 所以我自己對這方面其實是一直都有在做很多的交流 有位朋友問說年輕一輩相機當國際志工 當地國家是否真的能有所幫助 那這個當然是case by case 這個可能一概而論 大家我想最重要的是說我們做社會企業是做地區的這個賠利 並不是存著說我們有很多 然後要去給什麼東西這樣子 反過來是說我們是透過當地大家去review他們的需求 去review他們的創新 我們是跟大家學這個東西 我們最多懂的就是說 那我們看到這些需求之後 我們可以想出一些創新的模式 跟當地一起合作 但是我想如果完全是抱持著一種 就是我們就是去發展過這樣子的這個心理的話 那當然是比較難學到事情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新一輩志工 其實大家都已經了解的這件事情 那國際經驗有哪些台灣具體可運用或翻轉進化的模式 這點這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在紐西蘭就是最近辦社區年會的時候 我們特別看到他有相當於我們的外國人才的這個條例 他們在引進外國人才的時候特別注重什麼呢 他們要對紐西蘭造成什麼impact 以至於他們甚至專門發一個叫Global Impact Visa 就是說你不用有錢你也不用投資一大筆錢 你知道能夠說出紐西蘭目前碰到什麼社會問題 你要怎麼解決紐西蘭的社會問題 他就讓你入境 就給你一個這個非常好的優惠待遇 甚至還投資給你 所以就有一位朋友跟我分享說 他引進了一個人專門解決什麼問題 就是紐西蘭的憲法是跟原住民一起寫的 他們的原住民認為某一條河是有神靈的有人格權 所以到最後他們就給了他法人格 所以這條河他就可以是董事會的一席 他也可以行使否決權 如果他賺到了分紅也要用在這條河上 那當然這條河是政府跟原住民各派一個人當他的代理人 可是這種新的法體制 其實沒有人知道到底應該怎麼操作 而且未來原住民可能就各種各樣的山 什麼都要變成法人格了 這種情況下到底要怎麼解決 所以說國際上面就有朋友拿了這個impact Visa 去紐西來解決這個社會問題 那我想這個是非常值得我們借鏡的 是因為如果我們接下來外國人才這個專法 他農曆年就要實行了 進來的朋友們都是為了解決台灣的社會問題 創造社會鷹派來的 他就很可能留在台灣 而且很可能在台灣創造出更大的生態系跟社會影響力 他不會因為隔壁某一個國家提供高30%的薪水 他就跑掉了 因為對他來講他這邊的社會使命還沒有完成 所以我也是跟像宛如委員跟一些其他委員都去說 我們未來就是要更進一步的去給這些國外來 不是關在小辦公室裡面 而是說讓他看到說台灣這個地方才是能夠施展它的抱負 創造社會影響力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最大的 我學到在紐西蘭學到的事情 又有位朋友說我像嗎 這位這個我也很開心這樣 OK 好 有位朋友說這個我在Diana說 我在公部門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其實我在公部門目前非常輕鬆 我們並沒有碰到任何困境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是一個 怨者上鈎型的一個政委 就是說我當然有這套社會創新模式 大家聽了很多 他當然我在推出的時候 我都很注重他不會 持續的增加懲罰人的負擔 他不會讓事務官曝露於風險當中 而且他不會讓他的政務官被黑掉 那也就是說 即使任何這個創新模式 他可能偶爾只能幫懲罰節省一些時間 只能幫事務官這個減少一些風險 偶爾也可以創造一些政務的亮點 但至少他對另外兩個層級 都不造成任何負面的影響 這個我們叫做Paretto Improvement 對不對 所以就是在一直去做這件事情的過程裡面 凡是大家覺得我這套不好用的 就不來找我 好比像說可能活防外交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這套好用的他們就主動來找我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目前並沒有碰到任何困境 都非常的順利 那也有四位朋友 如何改善睡眠問題提升國理 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好 我們事實上有這個Join這個連署平台 上面有很多朋友連署 包含像就是高中生 他不要強制要找自習 這個我們通過了 好比像說 這個在下課之前 第八節的這個自習課 在以前很多學校 他要加上簽一個同意書 他同意書上面寫的是 同意同意我同意 你不管勾哪一個都是同意 像這種同意書的設計 我們也因為這個連署教育部 就明令說這樣是違違背 是違法的 你同意書上面至少要不同意 這個全上 好 那也就是說 我想不管是總字寫也好 或者是第八節也好 或者各種各樣子 學生在最需要睡眠這段時間 我們都透過連署平台的方式 在做這個改善 那這套提問軟體是免費的 所以你只要到slido.com 按create event 你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進行交談 年輕人社會發展的空間很有限 那社會企業其實 不管是智產結婚生小孩 他們都有相應的社會企業 這個我想我就沒有辦法背出 所有相關的 我自己很impress的是台北 有一個社會企業叫酒樓 酒樓呢 它就是 酒就是大寫數字 國字的那個酒 它其實就是一個 真的要講 它就是一個閒置空污的代管公司 可是呢 它是把這個用 讓年輕人能夠聚集起來 到這個朋友 鄰居以上家人未滿的這個情況下 去組織起來 然後去讓他們更能夠共同的去面對 生活上一些起起伏伏的等等這些事情 我對他們的管理能力是感到相當的敬佩 然後也就是也促成了一些願意生小孩的朋友 不過這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接下來就是關於核能跟穩定能源 這個說真的是比較是科技政委 吳振仲老師以及張基森老師的事情了 我在這方面大部分的工作 其實都是協助這個資訊的透明化 那所以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知道我已經over time了 所以大家關於能源的未來的規劃 也很歡迎參與 我們有一個叫做energyypaper.tw 就是能源轉型白皮書 那在這上面大家不僅是 網友有點慢 它不僅是能夠看到最新的這個能源配比 以及未來的預測等等 所有這些raw data open data 然後也可以一起共同協作出 各種各樣的這個解決方案 那這個是我想是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政府並沒有預設立場 大家都可以提出完全全新的這個討論 那這個是一個相當好的公民會議的這個模式 那就歡迎大家參考 就是能源轉型白皮書的這件事情 那我想成家立業之後 有叫他經濟壓力以後退出 這個就是我們各位 這個potential social investor 或者mentor的工作 大家如何讓他創達到 可能就是angel round之後 他怎麼進入Series A 這個是不能光靠政府 政府可以去做一些mention的工作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更多更好的 這些patience investor 願意在這一段最關鍵的時刻 去陪這些年輕人 那青春人是否嘗試辨識出重要的社會問題 我們現在正在做 就是台灣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這個定義 那我們的做法同樣的 就是我們是靠社會企業來discover社會問題 我們解決這些 幫助我們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們 所以這個東西 大家如果有看我這個巡迴的話 就可以看到說他們提出來的問題 都是政策上面沒有的 我們基本上就是在crowdsource 我們未來的發展的這個agenda 那用open source 強化社會系 以及社會創新 我想open source的精神 它不只局限在軟體 它是體現在一個人 就是當你覺得這件事情是值得分享的時候 就把著作權 著作產權去做部分的拋棄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看到 創用CC 維基百科這些團隊 相當好在運用這件事情 這個平台其實可以用來投票啊 也可以用來做lifestream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就歡迎這個多使用 降低潛在影響 我想最好的一個方式 就是讓數位轉型的過程裡面 是讓這個大家工作的生活品質去提高 然後呢 又讓所有的勞工都能夠了解到說 透過這些數位轉型 我們就可以 automate 掉 我們自己的工作上很多的負擔 等到大家做擁工的時間比較少 睡眠時間又比較多的時候 就自然比較能夠去發展自己新的技能這樣子 那社會企業它當然是可以解決經濟問題的 尤其是在一個比較小的尺度 比如說地方的再生 重生等等 這些當然都是可以去做 光電板這個有難度會對環境不利 我想科技是一直在進步了 每一種發電的方式 它當然都有它的利益跟不利益的成分 社會企業的好處也是讓我們能夠try 各種各樣不同的模式 那我們目前有非常多的是大學 它是在所謂的大學社會責任USR的這個banner底下 去鼓勵當地的這個社會企業 然後也進一步的去跟社區去做更多的連結 其實之前的社區大學運動裡面 他們就做了很多這一類的連結 所以我想現在一般的就是普通的 換型的大學也開始加入這樣子的方面 而且也願意用更多的教育資源 來投入這個社區的incubation 我覺得特別在incubation 這一點上面是非常好的 那當時我跟馮燕老師在交界的時候 我跟馮老師就是說 我想就是說我們最後的目標就是 所有的企業都是社會企業 所有的企業都能夠理解到說 有一個social mission解決社會問題 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情 我們現在就是在這一段轉型的過程裡面 做出一些案例來 然後來陪大家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會不會被玩壞了呢 它當然有玩好的跟玩壞的 各種不同的成分 新的工具出來的時候就是這樣 我們的目的就是所謂的去無存精 就是去讓所有不同地方 Indovation都發生 挑裡面好的部分 然後成為我們的接下來的agenda 那其他的這個 我可能就沒有辦法一一回答了 那關於這個建商 我們最近才 剛剛其實九樓 或者是最近有一個叫大發射器等等 都有在我的office hour來找我討論 那我想說其實即使是在建築這件事情上 也是可以大家參加的 我們在荷蘭有所謂的VT City 是讓整個社會去參與社會住宅的籌建 這個在國外是行之有年的一個模式 那在台灣因為之前法規的很多限制的關係 並沒有那麼容易起來 但是我們現在法規慢慢開始鬆綁 所以我們也會看到新的這一類的這個 Social Impact 這類方式再也開始在社會住宅會營造業上面做到 比如說SROI很難算 有沒有其他的這個檢視的方法 現在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assessment的方法 那我想就是說每一個企業會挑最適合他自己的 其實所謂B型企業認證也是一種衡量的方法 我們未來就是希望綜合整個學界 能夠focus在這邊去為每一個不同的模式 不管它是要connect環境connect治理 connect社會跟企業各種不同新的關係 大家都可以去把這種社會跟企業新的連結 它不是企業都變成NGO 它也不是NGO都變成企業 它是在社會跟企業中間產生的每一種新的連結 去找到它的影響力的算法 大概是這樣子 那主要困難為何如何突破 我想剛剛就是那個認知度 就是大家都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但是很具體的我到底能夠貢獻什麼 我到底能夠在這裡面盡什麼一分力量 就是大家怎麼擴大參與 我想這個就是大家我們在這個階段最需要做的事情 好 很感謝大家的稱讚跟期待 那這個我想我看一下還有沒有任何實際的問題 看起來好像都沒有 好 來 我想我的演講就到這邊 好 非常謝謝大家時間 謝謝 非常謝謝廣東的遊樂 我們帶了這個地產有活動性的演說 接下來是中場休息時間 我們休息時間十分鐘 那我們請各位會員及會賓 於11點30的時候回至會場 我們將進行總會的會務工作報告 謝謝各位 那麼大家的關於是